不过还有一个可以补充 就是说 如果你手向来讲的话 就是你的手自然的张开 那如果你中间有缝隙的 就例如说你的 其实所有缝隙会漏彩 像你的是食指跟中指之间 比较有缝隙 那你就可以选择 在缝隙比较大 那一根手指头上面戴戒指 去补墙 对 因为其实手 比较多缝隙的 或是说你的手纹 有很多条线 都从你的指缝当中 这样冲出去的 这样的人 一生当中要存钱的机会 真的比较难 可是这种人是比较大方 当然 但他责任重 其实应该是他责任重 对 其实有时候 他大方有时候迫于无奈 因为他可能家庭的责任 给他很多压力 所以这时候如果戴一个戒指头 你可以大方 但是你又可以留住 我觉得是提醒自己 也可以留住钱财 对 提醒自己 就是当你要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要有智慧